Meta在7月27日正式宣布 从2022年8月1日起 Q2的售价将官方上涨100美元 128GB版本将从原来的299美元平成399美元 256GB版本则涨价到了499美元 两年前Q2以一个超低的299美元 惊喜价格开启了新的时代历程 两年后Q2作为一个旧的数码产品 却仿常的上涨了100美元 到底是回到了它该有的价格位置 还是是资本家无情的镰刀开哥 今天我们就来谦聊一下 VR是虚拟的但体验是真实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VR数据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宅老师 首先咱们要确认这样两个事实 作为卖家 Q2一开始通过299美元的价格 所带来的硬件亏损 Meta是心知肚明掌控之中 现在决定涨价很明显是 亏损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而仗在买家这一类消费者的视角看 消费电子的数码产品从来只有越来越便宜 哪有涨价去库存的道理 有谁会愿意在两年后多花100美元 成为别人眼里的冤大头呢 所以在未来 Q2的销量会因为这次的涨价而回落 而消费者们对Q2的整体产品上的好感 也会大大下降 多人会简单的认为这次的涨价是在给Q2 Pro的高价和Q3的涨价做铺垫 这其实有点想当然了 事实上新品因为配置功能的提升 无论高价还是涨价 这都是完全符合消费者的预期 是没有任何负房亏的 而且即便10月份的Q2 Pro的价格1000美元起步 对Q2的影响也是完全正面的 因为Q2 Pro的价格越高越能突出Q2的性价比 越能打消潜在用户购买选择上的纠结 也是为Q2的长期寿命打下包票 是百利无一害的 既然千帮不好 Meta为什么还要这么急的涨价呢 答案只有四个字 利有不逮 在目前全球通货膨胀的大环境下 供应短缺 制造和原材料成本增加 劳动力短缺 运输成本变高 都是Meta在官方声明里提及过的 但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 他们最大的错误 是没有把背后的原因说得更透明 更接地气 经济衰退和通膨制是个很现实的理由 但不足以抵消 大家认为电子产品应该越来越贬值的常识 如果大家足够警觉 可以发现 这次的涨价其实可以理解为 Q2的进任者 Q3似乎不会太早到来 如果Q3能马上代替Q2 完全没有必要涨价 Q3发布后 价格顺势涨到399或者499都可以 而Q2的涨价恰恰代表了Q2 依然会是Meta旗下硬件的主力军 至少未来一点内还是主力 所以无论未来新品的价格是什么样 Q2的价格是非涨不可 既然涨价只是时间问题 那么越早越好 尤其是Meta同时选择在8月 宣布新的账号系统推出的时间点 也是想用两个公司的新闻热点 论的对冲 这次涨价还有个令大家颇为不爽的 就是流的窗口气太短 哪怕是一点点提前透露分身都没有 其实这符合我们这几年 对Meta在形式作风的认知 想到一出是一出 透露出来的草率 有时候完全看不出 这是一个这么大体难的巨头公司 才有的风格 目前公布涨价一天也还没到 你会看到国外有不少持币代购纠结的人 直接爽快下单科特兔了 有人可能会认为 这就是Meta轻库存的营销手段 但实际不是的 如果是为了通过营销轻库存 关键点还是我说的 窗口期太短的问题 想象一下如果是在2021年底 预告2022年年终要涨价 但不具体说要透露涨多少 这半年里科特兔的销量 才算会被真正的刺激起来 这种时间的跨度才能称之为营销 就现在这种情况 很明显是今年运营乏力 通货膨胀的大环境下 原本就是靠官方补贴 做到299美元的Quiz 2 只会加大硬件层面的亏损 Meta经不起持续亏损的扩大 倒逼开源接受的情况下 才出的仓促涨价政策 所以就会有这种 看似以通货膨胀为理由 但其实已经超出通货膨胀率的方式 来提高价格的感觉 Meta当然对涨价带来的负面影响 是心知肚明的 以前他们的想法是 硬件亏本 靠内容生态的付费赚钱 现在为了涨价 不会过多削弱产品的竞争力 他们必须要在游戏内容上 做更多的优惠仗力 比如有个别网友发现 Quiz 2商店上架了新的 现实免费视网板块 在这个板块内 玩家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 免费玩到游戏的内容 而不仅仅只是demo 同时Meta寄出了自己手上的 王牌VR游戏节奏关键 具体来说 如果有用户在2022年8月1日 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 购买了涨价后的Quiz 2 那么在2023年1月31日之前 都可以在激活设备后的 14天内免费下载 售价30美元的节奏关键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这一活动并不适用于 官方方新版的Quiz 2 其实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举措 节奏关键作为 全球范围知名度第一的游戏 30美刀的一体机版售价 虽然远高于Steam PC VR版 且不支持Close Pie 但依然让Quiz 2玩家为之 亲情买单 重要的是 节奏关键还有各类层出不同 需要另外付费杰索的DLC曲谱 免费送的游戏本体 分分钟就能在内构DLC里给撞回来 当然节奏关键游戏本身 易上手不运动的特点 对VR初学者来说 确实是最好的入门游戏 也就是说Meta的运营逻辑 在涨价后完全防转了 以前他们硬件亏本补贴的时候 拼了命的想在VR里推广告 收高耳的商店抽成 结果被人喷得要死 现在没了这种负担 就要看他们未来会不会在内容建设上 会更加的开放和从容 事实就是他们已经确确实实 实实在的也失去了前两年 所依赖的硬件价格优势 市场由供需决定 Meta能做这种反常识的涨价 另外一点也是因为 他们在海外市场需求上 确实没有竞争对手 买Q2的人会减少 但至少不是跑到精品那里去了 所以当我们把视野放回中国大陆市场 毫无疑问 Q2的涨价给了国内厂商闯息的机会 以前299刀的价格即便没有国行 Q2依然是国内厂商最大的危机 然而现在399刀的Q2已经跟厂商形同陌路了 Pico Neo3在二级市场全新只要1000出头 这已经是无敌价了 所以很多人讨论说 国内厂商对于涨价举措到底跟不跟 这事已经完全不用看Meta了 其他国内品牌只要盯着Pico就行 Pico经营的身份就跟两年前的Meta一模一样 如果狠下一条心咬咬牙 把未来的Pico Neo4和Neo4 Pro给出一个像20年Q2那样的惊喜价 是可以直接敲响全球市场的 就看他们薄不薄了 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 在MetaQuest 3还没引的时候 国内最近的ETG新品已经把国厂的同硬件级别的Quest 3的方案拿出来了 罗永浩在状况里说为什么不做VR的时候提到了VR水泰深 什么叫水泰深 当国外只有Meta一家国内厂家最多也就百万销量的情况下 各路厂商竟然已经开始靠着一模一样的供应链方案内卷撕逼了 他们拼命抢Pancake方案首发 上级的国厂手机已经抢骁龙旗舰首发的样子 而硬件方案思路都没有分歧走向雷同 也是行业开始承受的一种标志 如果回顾手机市场的名争暗斗 从来没有一家是真正因为产品竞争力而落下 基本上都是死在供应链上的吊队 在苹果发布MR头衔 脚动未来行业风向之前 国内的厂家都别认为自己稳了 一切都还要为时过早 至于Meta应该派市场部员工到中国学习一下 什么叫打卡一年的销售方案 在洞悉人性弱点的销售事录上得多取点金 毕竟总不能除了广告就只有偷 又无影视这一条路了 OK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是不等待VR成熟 陪着VR成熟 LoadingVR载入圈 如果你也是对VR相关感兴趣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点赞投币转发三连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